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剛才又跟廢官容官出來開記者會 宣佈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我們先講一下她到底措施 玩什麼發生 接著就踢爆她的措施到底有什麼漏洞 首先她提到從2月8日凌晨開始 由內地入境人士 包括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疫14天 至於強制內地入境人士檢疫措施規例的詳情 就會在兩天後再作公佈 第二是國泰和港龍會削減往來內地航班 維持北京每日往來兩班 上海兩班、廈門一班和成都每週四班 總共削減的班次是九成 第三點就是即時暫停啟德郵輪碼頭和海運碼頭的出入境服務 只看她第三點的措施 就已經知道林鄭是多麼陰險 本來在2月3日自護開記者會 宣布一系列加碼封關措施的時候 連羅湖口岸、洛馬州口岸都封 唯獨是專門封漏啟德郵輪碼頭的口岸 故意放生那隻世界夢號回到香港 你擺明是想製造攬炒 這隻船到底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什麼閃失 一定是你林鄭要負全責 告訴你 到底她的所謂強制的檢疫措施有什麼漏洞呢 第一件事來說 她說2月8日凌晨才實施 你不要3月8日才實施 你預留一兩天給那班傢伙大途說 無論是香港居民也好 那些大陸的居民也好 當她聽到你林鄭月娥宣布這個措施的時候 如果她是有需要有心是要都要來香港的 她當然是滾水六腳地執行你執包袱都要來香港 你還衰格到預留超過48個小時的時間 讓這班人去走棧 有的? 這隻武漢都不如了 現在超過50個小時 你2月5日公布2月8日才實施 有用嗎? 要來的都差不多來齊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弄強制檢疫十四天 完全沒有交代到詳情 一片空白一片空洞 都不知道你所謂強制檢疫的措施是什麼 首先我覺得在執行上已經非常困難 先說那些非本地居民 即是大陸旅客也好 反正從內地入境的人都要強制檢疫十四天 好了 這班旅客 到底你安排她去哪裏進行這個所謂強制檢疫 你肯定要找個地方困住她 要不然要檢疫 她到處走就沒用了 好了 我當你就是安排她們去隔離營才算 隔離營你都說 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為什麼? 你沒有那麼多位置 你神經病的 你的隔離營會爆棚的 是不是? 好了 我當你先安排她們去隔離營 到爆滿以後 你還要找地方安置她 到時候你是不是找酒店安置她呢? 什麼? 還是找那個姚中夷紀念館呢? 喂 那裏也會爆棚 那裏有多少位置 那你之後還要出去租酒店嗎? 包起整個酒店嗎? 唉 這樣就糟糕了 你是不是變相幫那班旅客 包食包住包衣服 是不是? 林鄭你的政策非常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全面封關呢? 你搞這些折衝方案 在這裡弄古造怪 根本上是有問題的 那班人如果你安排她們去酒店隔離也好 那裏隔離營 那裏隔離也好 那裏隔離也好 他不需要給你錢 你沒理由問他拿回錢 你要隔離他 好了 那你又要包他住了 我又要包他三餐了 是不是? 我還要包他治療 他走來隔離的時候 你肯定就會每天安排那些醫學監測 又幫他量體溫 又幫他檢查一下 到底他是武肺陽性還是陰性 是不是? 我一旦確診了 那還好 趕快就送入醫院隔離病房的時候 你真是一條龍服務 怎會想得出這些這麼惡毒的方案 很離譜 他剛才說的是現在正在草擬 所謂的強制檢疫規例 詳情就會再公佈 初步的安排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班人入境後 在那十四天之內 期間就不能離境了 即是來來來香港就要先找十四天 如果他確診了就入院了 是不是? 這是沒用的 第二就是 當他入境的時候 照樣做健康申報 以及做體溫檢測 其實這些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那些旅客一進入了香港境內 都要給你所謂的強制檢疫十四天 雖然到目前為止 都不知道你所謂的強制檢疫的具體安排是怎樣的 剛才那些都是我自己的預估而已 如果不是旁邊的話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強制檢疫的 context 是什麼 好了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 還以氣風發 懶得跟記者說 就說新措施是相當嚴厲的 相信星期六入境人次一定會下降 她說 哪有人會願意入境 讓我們強制檢疫兩個星期這麼久呢? 這些是殺案的 如果那個人本身在大陸那裡 他已經頭暈生氣了 已經覺得自己有點不妥了 那怎麼辦? 當然要趕快拍幾顆退宵院 趕快拍幾顆止痛餅 然後就通過你目前還開啟的口岸 即是深圳灣口岸入境 趕快讓你在香港隔離十四天 然後怎樣? 如果檢查有什麼事的時候 發燒? 那就馬上去醫院隔離 就有得醫 林鄭月娥 就說了一遍 每個人都走來入境 博猛 走來怎樣? 好啊好啊 有得隔離 有十四天 有得醫 還不可以這樣來嗎? 你根本上是發放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對不對? 十四天 十四天 十四天有什麼用? 他第一天 就可能分分鐘已經躲下了 那怎麼辦? 那你就送他去醫院了 那誰來結帳? 你香港人結帳? 你收得回他的錢嗎? 多少大妻子 以前的雙妃 你也收不回他的錢 而且不是說錢的問題 而是你這麼多人走來的時候 你會拖垮了香港的醫療系統 對不對? 香港人本身已經有這麼多人 有些確診 有些有疑似 有些要拿去隔離 你還要Entertain這些傢伙 你就傻了 而且這些傢伙下來 也一樣會繼續 存在一個散播疫情的風險 對不對? 最好一次過封鎖了他 那你就完全不讓遊客入境 不一定是大陸人 對不起 外國人也不要讓他來 你說要經大陸關口 對不對? 全部都沒有理會 中國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全部不要讓他進來就可以了 香港人那怎麼辦? 香港人才做回家居隔離 對不對? 那你執行上 才有那個可行性 這麼多人來 死了 到時候你怎麼執法? 現在你知不知道 廣州和深圳的確診病例會越來越多? 你不是喪嗎? 好了 而且你提到 連香港的人回來也要隔離 我不知道你怎麼隔離 可能是家居隔離 看怕是 裝了那些電子手環 牛龜這麼大 有些記者都問過 資訊科技總監 一旦那個人離家出走 那怎麼辦? 他就說衛生署會打電話給那個人 叫他回家 好了 又說會通知警察 好了 我當你有警察執法 如果他有一百幾十人 一個人離家出走 那你怎麼執法? 如果一千幾百人 他又在那裡走出街 那你怎麼執法? 蛤? 你有沒有考慮過人數太多的問題? 有沒有考慮過可行性的問題? 你會不會暫時把邊境完全封閉14天呢? 當然他不會考慮 他死人也不肯封閉 所以想來想去 就量了這條糞便出來 就以為自己很威風 以為自己很厲害 沒有人肯去接受14天的隔離 我告訴你很多人 到時候廣州和深圳的醫院不夠位 那到時候就衝關 你幫忙隔離 你不知所謂就是封閉 香港人基於你的《基本法》 規定了因為香港人要擁有所謂出入境的自由 這樣就沒辦法 你可以在這一方面 就去著手想多些 看看如何隔離這群人 但是那些旅客你就告訴他 對不對? 他都不是香港人 你給他入境幹什麼? 現在這樣是 不用理他 他現在不存在任何歧視的問題 所有非香港人 你都不要讓他入境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真是多餘 開口埋口懂得說歧視 所有旅客都不要讓他入境 那就最適合了 不存在任何歧視的問題 風頭火勢不是香港人來什麼? 好了 林鄭對於這個所謂的世界夢號 其實她還沒有任何措施 說到無靈兩可 那時候到底你是把這些人隔離還是怎樣? 我只是說衛生署的人員 將會上去進行檢疫 檢疫什麼? 原來就是叫那些旅客 提交所謂的健康申報表 這些是垃圾 還有就是進行體溫監測 即是沒用 對於那些毫無病徵的潛伏期的武肺人 根本上你就是測不到出來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去大都闊府中 這艘船上的旅客 全部統一隔離十四天? 大家都安心 你就是不去做這些事情 在這裡耍太極 剛才你也沒有說過 你沒有說過會隔離十四天的 只是說在你的職員進行檢疫之前 就不准下船 即是說她始終都會下船 在這一天之內 是不是? 你檢測十四天? 你最好就是檢測十四天 這樣就趨不上了 如果不是 你根本上就沒有處理過 是不是? 你有什麼應變方案? 你明明放生這艘船入境 離譜了 現在這個所謂的強制檢疫措施 又是你明明放生的那些大逃港 什麼邏輯? 人家醫護人員叫你全面封關 你就好去做 做十四天而已 有什麼所謂 十四天全面封關 不用說了 是十四天而已 是不是? 如果兩個星期再沒有新的個案 就開回它 天下太平 是不是? 這樣你也不肯做 你想想一想 以為自己很厲害 很聰明 害死香港人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